草屯镇一群受疫情影响生意的店家 联合推出振兴优惠券 从9号开始 将由加入合作的店家及外送员送餐时 发送给消费者 拿到该振兴优惠券的人 就可以到加入振兴优惠的店家购物 凭券可享优惠 希望草屯镇拿到这个券的时候 可以多加利用这样子 带动草屯的一些商机 这个疫情对商家来说都会有一些影响 我们就是取资社会用资社会 然后就用一点点小小的折扣 然后可以让促进这些消费 然后又可以回馈给乡亲们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目前由30多家店加入大多是餐饮业 另外也包含通讯、美髮、美容及媒体业 只要到这些合作店家 不管是内用或外送 消费满200块就折30元 等于是打95折的好康 我觉得这个振型券来说 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们美髮或者是美甲 也是定期都会做保养 然后还有这个振型券可以拿 就是出去买吃的买东西什么的 比如说帮家人买吃的 200块就折30块 第一次疫情 然后所以导致很多店家跟行业都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第一次 就是加入这个振型券的活动很好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因为这样子 大家比较愿意出来 其实一开始的设计是购买300块折抵30元 可是有人反映消费门槛太高 会影响使用的意愿 所以降到消费200元还是抵用30元 先原菜名全希望借着 炒囤振兴抵用券的带动刺激买气 业者都能安然度过这一波不景气的低潮 只要在我们的商家消费满200块 就可以折价30元 这个当然要感谢这次所有发起的商家 他们这次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这些印刷品 全部都是我们商家 给大家集资来支出的 主要也是要活络我们的市场 来照顾我们的在地的商家 也希望商家 大家也是透过他们减少收入 然后把经费拨出来 也是希望多促进大家出来消费 第一波会发行36000张 预期回收一到两成 业者们打算6月份起 还要另外发送纾困爱心券 该券是针对受疫情影响经济的家庭 请里长协助找到需要帮助的家庭 赠送他们纾困爱心券 面额预定是100 让有需要的人到加入 振兴优惠的店家购买餐点 或是其他用品 记者洪一伦桥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 好